現在直播非常行 什麼內容的直播都有 那麼有網路平台 就想搶直播的商機 特地找來健身教練 開直播節目 教人正確的運動方式 在第一時間 可以跟網友互動 他會一邊帶你 怎麼做運動 其實這些鎖定 健身內容的直播 正在引領 新一波的健身潮流 擁有健美身材的劉根宏 把坐在肩上的老婆 一把爆氣 展現好體力 另外一位主持人阿坑 也不遑多讓 要這麼賣命 其實是因為劉根宏 和阿坑主持的網路直播節目 即將上線 而且主題內容強調 教你如何健身 還要跟粉絲線上互動 直播好處就是 其實就像演舞台劇的感覺 你有觀眾直接的反應 或者人數 或者什麼其他這樣 現在互動起來 其實很有趣 因為直播節目越開越多 任何事情 只要能吸住觀眾眼球 有平台就能直播 賺人氣和點閱率 不過這樣的直播健身商機 到底在哪 那個感覺起來就是那個互動 因為聽不到掌聲 聽不到聲音 所以他們的留言跟送的禮物 會讓你感覺好像有大掌聲 跟鼓勵你的感覺 不只能收到粉絲送的禮物 節目背後的置入贊助商 也會現場送出禮物給網友 形成一來一往的互動 但這其實不是第一個直播健身的網路平台 趕緊拍 一回合 趕緊拍 一回合 潘若迪上課的舞蹈教室也被直播 讓電腦前的朋友就像順利其中 跟著一起動詞動 還有 把你的牙齡往上推 推好之後把你的雙腳踩穩地步 因為直播成為時下最夯的放送平台 可以打破任何限制 讓健身也成為時下最夯的直播題材之一 TVBS新聞 楊子儀領指揮台北報導